人一旦老了 心态、生活方式都会随之变化 那份对过往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期待 往往会让老人们更加渴望与人分享 然而 有些隐私却是不宜随意透露的 他们如同心底的宝藏 虽珍贵 却不宜见人就说 家庭的财产状况 守口如瓶 方能家和万事兴 老人们常说 家财不可外露 这句话 字字珠奇 道出了保护家庭财产隐私的重要性 年轻的时候 或许还可以因为工作 社交的需要 适当透露一些经济状况 但到了老年 这份谨慎就更显重要了 透露家庭财产容易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社会上总有些人 眼睛盯着别人的钱包 一旦知道你家里有些积蓄 便可能心生歹念 或是借贷 或是诈骗 防不胜防 老年人本应是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 何必因为一时的口快 给自己和家人添堵呢 家庭内部的和谐 也需要财产隐私的保护 儿女之间 虽然血脉相连 但涉及到金钱利益 有时也会产生分歧 老人如果经常在外提及家里的财产分配 无形中就可能在子女心中种下不满的种子 长此以往 家庭矛盾在所难免 家和万事兴 守住财产的小秘密 也是守住家庭的大和谐 二 往日的恩怨情仇 放下过往 方能拥抱夕阳红 人生在世 谁没有个过去 年轻时 或许有过爱恨情仇 或许有过恩怨纠葛 但到了老年 这些都应该成为过往云烟 随风而去 然而 有些老人 却喜欢把这些陈年旧事挂在嘴边 逢人就讲 似乎这样才能证明自己的过往多么精彩 其实 这样做非但无意 反而有害 一来 频繁提及过去的恩怨 会让自己的心情反复波动 不利于身心健康 老年人最需要的是 平和的心态 过度的情绪波动 只会让身体吃不消 二来 这些故事听多了 别人也会厌烦 毕竟 每个人的生活 都是向前看的 谁愿意一直听别人 重复那些陈芝麻烂骨子的事情呢 遮蔽了眼前的美景 三 对子女的不满与期望 沟通为桥 而非抱怨为强 为人父母 一生操劳 为的就是 子女能够过得好 然而 随着子女长大成人 有了自己的想法和生活方式 老人和子女之间 难免会产生一些分歧 这时候 有些老人会选择逢人就抱怨 说子女如何不听话 如何不孝顺 希望借此 得到别人的同情和支持 殊不知 这样做 不仅解决不了问题 反而会让关系更加紧张 首先 家丑不可外扬 把家里的事情到处说 只会让外人看笑话 甚至可能在背后议论纷纷 其次 频繁的抱怨 会让子女感到压力山大 觉得无论怎么做 都得不到父母的认可 从而加剧了双方的矛盾 正确的做法 应该是通过有效的沟通来 解决问题 子女也是独立的个体 有自己的思想和选择 老人应该学会尊重和理解 有什么不满 可以坐下来 心平气和地谈一谈 而不是把情绪倾泻给外人 同时 对子女的期望 也应该以鼓励和支持为主 而不是强加压力 毕竟 儿孙自有儿孙福 老人的幸福 更多应该来自于 自己的心态和生活方式 人生如戏 每个人都是自己故事的主角 到了老年 更应该学会享受生活的宁静与美好 而不是被过去的阴影 现实的纷扰所困 守住家庭的财产隐私 是为了家和万事兴 放下往日的恩怨情仇 是为了拥抱西洋红 以沟通代替抱怨 是为了维护亲情的温暖 岁月静好 愿每一位老人都能优雅地老去 不为往事优 不为未来愁 只愿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 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小确幸 记住 有些隐私 藏在心底 比说出来更美 一花一世界 一夜一菩提 欢迎来到禅艺 人到老年 随着老年人身体器官的逐渐老化 肯定不是这疼 就是那病的 老年人最怕的 也不是怕生病 而是怕生病后 生活不能自理 有人说我不怕生病 我怕的是没钱花 其实说到底 人老了 真的也吃不了多少 喝不下多少 也花不了多少钱的 真正花钱的地方 没有多少 再说了 哪个老年人年轻的时候 也不可能一点钱 都不攒吧 只要攒点钱够个吃喝 只要没病我觉得 就不用怕没钱花 有人说 我怕子女不孝顺 其实现在子女孝顺也好 不孝顺也罢 说起来都差不多 孝顺的子女又能怎么样 她也不可能24小时陪伴在咱们身边 到老了之后 肯定是大多数时间 都是靠老两口互相扶持着生活着 那么剩下一个人的时候 那就只能靠自己了 所以说 无论子女孝顺与否 你都不用在乎 因为到头来 肯定是靠自己 有人说 我就怕子女嫌弃我 其实这个 也不用害怕 你想老了之后 当自己都嫌弃自己的时候 你觉得子女会喜欢你吗 这很自然的现象 只是说 咱们自己尽可能地做好 咱们自己的本分就罢了 把自己的卫生搞好 不要整天拉里拉他的 搞得满身臭气熏天的 不洗脚也不洗澡的 你说这样子女能不嫌弃吗 家里也是 东捡一些没用的东西 西捡一些没用的东西 把家里整得像垃圾场一样 你说子女能喜欢吗 咱们也不要管闲事 东管西管的 能不招人烦吗 就管好自己就得了 人老了 年龄不值钱 没有话语权 一定要有自知之明 只要咱们做好自己的本分 我觉得就能尽可能地 让子女少嫌弃 咱们就罢了 有人说 其实我老了 很怕老伴走在前面 剩下我自己 孤孤单单的生活 不敢想象 其实我跟你说 人这一辈子 终究是一个人的旅行 很少有劳两口一起同时走到终点的 都注定要先走一个 那么剩下一个人的时候 就要学会接受孤独 安静独处 安度晚年 说来说去 我觉得老年人最怕的不是说怕生病 有个小病小痛的都是正常的生理现象 能听治的病就不用怕 小病小渣的 吃个药打个针 他就好了 他就怕生了重病 到最后 生活不能自理时 那就麻烦了 子女再孝顺 老伴伺候的再好也没用 因为那个时候 自己需要由别人来照顾的时候 那是人生最悲催的时刻 家人再好 也替不了自己去遭这个罪 到那个时候就是活活不成 死又死不了的 左右为难 真是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的 我觉得那才是老年人最可怕的时候 所以 我觉得老年人在头脑清醒的时候 就要跟子女交代好了 小病从医 大病放弃 真得了大病那天 可千万不要去做插管等无谓的抢救措施 一定要果断地选择放弃 就像我侄女 她的老公公在去年腊月突发脑出血 结果人是抢救回来了 可是现在离不开人了 侄女两口子啥活都干不了了 专心在医院伺候老头 现在已经有三四个月了 那你说这小两口靠什么生活 关键 这还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啊 我就在想 老年人如果真正到了那一天 肯定是除了自己想活以外 没人希望你活得久 可是最主要的是人吃五股杂粮的 谁能保证不生病啊 这怕也没用 这又是任何人都无法避免的 我们只能说在我们身体力行的时候 尽量地让这一天晚一点到来就好 比如说 在饮食上你肯定要注意荤素搭配 不要整天大鱼大肉的 高油 高盐 高糖饮食 这样就容易得慢性病 慢性病一般发生到最后 就容易出现脑穴栓了 导致生活不能自理 除此之外 还要做到定期体检 比如老年人到了五六十岁的时候 就应该每年都定期地去做个胃肠镜检查 这样就能够早期地发现胃肠有没有问题 以防止它继续发展成胃肠的恶性肿瘤 还有像普通的肺部CT 脑部CT 包括全副的彩钞等等 这些都能够早期地发现疾病 及时地去干预治疗 不让它发展成重病和大病 可能是每个老年人都有一个愿望 希望自己睡一觉人就走了 希望无疾而终 但这毕竟是美好的愿望 大多数人到最后的最后 可能都是到了生活不能自理的那一天 我们只能说尽可能地 让这一天晚一点到来吧 所以说 我就觉得人老了 最怕的是生病后生活不能自理 你们说对不对 随着岁月的流逝 我们都会步入老年 这是生命不可避免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 许多人会选择通过社交媒体 与朋友和家人保持联系 分享自己的生活点滴 然而 有些老年人在朋友圈的动态 却让人堪忧 他们的言行 不仅反映出内心的阴暗 更可能影响到他们的社交关系 一 随意暴露别人隐私 我们都知道 尊重他人隐私 是基本的社交礼仪 然而 总有一些人 在步入老年之后 似乎忘记了这一点 他们在朋友圈里 肆无忌惮地分享他人的私人信息 或许是出于无意 或许是出于炫耀 但无论出于何种原因 这种行为都是极其不妥的 暴露他人隐私 不仅是对他人权利的侵犯 更是对友情的亵渎 这样的行为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种 内心的空虚和不甘寂寞 试图通过揭露他人的秘密 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和虚荣感 与这样的人深交 你的私人信息 很可能在不知不觉中 就被泄露出去 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我们都希望在社交媒体上保留一片属于自己的净土 与亲朋好友分享生活中的美好 但如果你的朋友圈里有这样一位喜欢随意暴露他人隐私的老朋友 那么这片净土恐怕就不再那么纯净了 因此 遇到这样的人 我们还是保持距离为好 二 喜欢发表极端言论 在朋友圈里我们偶尔会看到一些极端的言论 比如对某个社会现象的激烈抨击或者对某些群体的刻薄评价 这些言论往往带有强烈的偏见和负面情绪让人看了很不舒服 喜欢发表极端言论的人内心往往充满了不满和愤怒 他们可能经历了一些挫折或者对社会有着深刻的不满 因此选择通过极端言论来发泄自己的情绪 然而 这种行为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反而可能加剧社会矛盾 破坏和谐的社交氛围 与这样的人深交 你可能会发现自己经常被负面情绪所包围 生活态度也会变得消极 因此 当你发现朋友圈里有人经常发表极端言论时 不妨保持距离 避免被其负面情绪所影响 三 开黄枪还自以为幽默 在社交媒体上 幽默感是一种很受欢迎的品质 然而 有些人却误将低俗当作幽默 经常在朋友圈里 开一些不合时宜的黄色玩笑 他们可能认为 这种行为能够引起关注 甚至觉得自己很幽默 但实际上 这种行为往往让人感到尴尬和不适 开黄枪的人可能缺乏对他人的尊重 也缺乏对社交媒体的正确使用方式的理解 他们可能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掩饰自己的不自信 或者博取关注 然而 这种做法很容易让人产生反感 甚至影响到他们在社交圈中的形象 与这样的人深交 你可能会发现自己的价值观受到挑战 甚至可能被迫接受一些你不愿意接受的观念和行为 因此 当你遇到这样的人时 最好还是保持一定的距离 在社交媒体上 我们都希望能够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交流 分享生活中的点滴 然而 总有一些人的言行会让我们感到不适 当你发现朋友圈里有人经常做出以上三种行为时 不妨保持一定的距离 避免被其负面情绪和行为所影响 我们应该珍惜自己的社交圈 让它成为一个充满正能量 互相尊重和支持的地方 人老了 更应该懂得珍惜和尊重 在社交媒体上 我们应该以积极健康的态度去面对生活 分享正能量 而不是让阴暗的内心影响到我们的社交关系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在老年时光里 享受到真正的快乐和满足 岁月悠悠 人生如梦 当我们走过青春的繁华 迈进老年的宁静 本以为可以享受那份儿孙绕夕 天伦之乐的美好 但有时 现实却并非总是如此温馨 面对儿女的不尊重 心中的苦涩与无奈 或许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真正体会 然而 生活总是向前 面对这样的困境 用以下这六个字反击 或许能让你找到内心的平静与力量 一 不争 是智慧的选择 人老了 身体或许不再如年轻时那般硬朗 但内心的坚韧与智慧 却应随着时间的沉淀而愈发深厚 面对儿女的不尊重 首先要学会的就是不争 争 只会让关系更加紧张 让本以脆弱的情感纽带 更加摇摇欲坠 不争 不是软弱 而是一种超脱的智慧 是明白在这个阶段 争吵与辩解 以不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 不争 意味着放下那些无谓的面子与执着 用更加宽广的心胸去理解 或许正处于生活压力之下的儿女 他们可能有自己的苦衷 有自己的迷茫 而作为长辈 给予理解和宽容 往往比任何言语的争锋都要有力 不争 也是给自己留一片宁静的天空 让心灵得以休憩 让生活回归简单与平和 二 不怒 是修养的体现 怒 是情绪的火山 一旦爆发 往往伤人伤己 面对儿女的不尊重 保持一颗不怒的心 是对自我修养的最大考验 怒 源于对现状的不满 与无力改变的焦虑 但它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反而会让原本可以沟通解决的矛盾升级 甚至造成无法挽回的裂痕 不怒 是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不让它成为破坏关系的利刃 当感到愤怒涌上心头时 试着深呼吸 让理智回归 用平和的语气 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记住 沟通才是解决问题的桥梁 而愤怒只会让这座桥轰然倒塌 不怒 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 不让负面情绪侵蚀健康 保持一颗平和的心 享受生活的每一刻 三 不愿 是心灵的解脱 愿 如同心灵的枷锁 让人背负着沉重的负担前行 面对儿女的不尊重 心中难免生出怨念 但长期的抱怨与埋怨 只会让自己陷入无尽的痛苦之中 也让周围的人感到压抑与疲惫 学会不愿 是给自己心灵的一次解放 不愿 意味着接受现实 理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选择 儿女不尊重 或许是因为他们自身也在经历成长的困惑与挑战 作为父母 给予他们时间和空间 相信他们会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不愿 也是学会感恩 感谢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个人 包括那些让你感到不愉快的经历 因为他们都是你成长的一部分 心怀感恩 生活自然充满阳光 人老了 面对儿女的不尊重 用不争 不怒 不愿这六个字作为反击 不是逃避 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生活智慧 他教会我们如何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保持内心的平和与坚韧 如何在不被理解时依然能够爱自己 爱生活 记住 无论外界如何变化 保持一颗平和 宽容 感恩的心 是对自己最好的礼物 也是给儿女最深沉的爱 生活不易 愿每位老人都能被温柔以待 即使风雨兼程 也能笑对人生 岁月悠悠 时光如缩 每个人都会经历从青涩到成熟的蜕变 最终步入那被称为晚年的人生阶段 人们常说岁月不饶人 这话里藏着几分无奈与心酸 当我们谈论晚年生活时 往往脑海中浮现的 是一幅幅宁静祥和的画面 夕阳下散步的老人 儿孙绕夕的天伦之乐 然而 现实却往往比理想骨感许多 人一旦老了 基本都很痛苦 压根不存在所谓真正的安享晚年 一 身体机能的衰退 岁月的无情侵蚀 人老了 最直观的感受便是身体机能的衰退 年轻时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事情 如今却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关节不再灵活 腰腿时常酸痛 视力听力也逐渐下降 这些身体上的变化 无一给晚年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 爬楼梯 走远路 甚至是简单的弯腰捡东西 都可能成为一项挑战 更别提那些需要长期治疗的慢性疾病 如高血压 糖尿病等 它们如同无形的枷锁 让晚年生活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下 二 心理上的孤独与失落 被时间遗忘的角落 除了身体上的折磨 心理上的孤独与失落 也是老年人难以言说的痛 随着社交圈的缩小 亲朋好友的离世 许多老人发现自己逐渐被社会边缘化 他们中的一些人 可能每天面对的只是空荡荡的房间和四面墙 那种被时间遗忘的感觉 比任何身体上的病痛都要难以承受 即便是那些有幸与儿女同住的老人 也可能因为代沟和生活习惯的不同 而感到难以融入 内心的孤独感依旧如影随形 三 经济压力 晚年生活的隐形负担 在很多人看来 退休了就应该无忧无虑 享受天伦之乐 然而 现实却是 不少老年人在经济上并不宽裕 随着医疗费用的增加 和生活成本的上升 那点退休金往往显得捉襟见肘 特别是对于那些没有足够积蓄 或为提前做好养老规划的老人来说 经济压力更是如影随形 他们不得不精打细算 甚至在某些时候 还要为子女的生活负担分忧 这样的晚年 何谈安详 四 社会角色的转变 从主角到边缘的无奈 年轻时 每个人都是家庭的支柱 社会的中间力量 然而 到了晚年 这种角色往往会发生戏剧性的转变 从决策者变为依赖者 从忙碌的职场人士变为贤富在家的老人 这种身份的转变 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种难以适应的心理挑战 他们可能会感到自己不再被需要 社会价值感大大降低 这种心理上的落差 无疑是对晚年生活质量的又一重打击 五 对死亡的恐惧与不安 生命的最终课题 随着年龄的增长 死亡这个话题变得越来越近 也越来越沉重 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 对死亡的恐惧与不安 是他们难以言说的秘密 他们开始频繁地思考生命的意义 回顾过去 忧虑未来 这种精神上的压力 让晚年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 即便是表面上看起来平静无波的老人 内心深处也可能藏着对未知的深深恐惧 人一旦老了 所面临的挑战远不止身体上的衰老那么简单 心理上的孤独 经济上的压力 社会角色的转变 以及对死亡的恐惧 共同编织了一张复杂的网 让晚年生活充满了不意 因此 当我们谈论安享晚年时 或许应该更多地从实际出发 关注老年人的真实需求 给予他们更多的关爱 陪伴和支持 毕竟 每个人都有老去的一天 如何让这段旅程更加温暖和尊严 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与思考 真正的安享晚年 不应只是美好的愿景 而应成为我们共同努力的方向 我发现 人的心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化的 可能在年轻的时候 我自己的认知也是这样的 只要有钱就没有办不到的事 只要有钱 哪怕将来自己老了 我也会照样过得很幸福 可是 真正到了我现在这个年龄 六十岁了 我才恍然大悟 其实 人到老年最靠谱的 除了钱之外 还有一个条件不可或缺 那就是身边要有一个身体健康的老爸 有人说 有钱就有一切 其实你回头想一想 老了 有钱只能说去雇保姆 去住高档的医养中心 享受到普通人无法享受的养老条件 但是 反过来伺候你的这些人 也都是有利益关系 也都是没有感情的交往 只有老爸 才能够尽心尽力 不离不弃地照顾着 有人说 女儿是妈妈的小棉袄 无论何时何地 女儿都不会弃父母而不顾 会尽心尽力孝顺父母的 老了 有个女儿就会晚年幸福 可是 就现在这个生活压力来看 女儿在孝顺 她也没有三头六臂 她也没有精力来照顾父母 因为 她自己还有她的小家庭要照顾 还有她的工作要做 总不能全职在家照顾父母吧 那显然是不现实的 所以说 我就觉得 人到老年 除了钱靠谱之外 再就是老伴了 我表哥就是个例子 表哥接近七十岁了 去年的三月份 检查出来了肠道肿瘤 接着就做了手术 只是手术的当天 儿子女儿到场陪伴的爸爸 做完手术 紧接着的术后 一个礼拜的照顾 都是由表嫂一个人承担的 然后 就是定期地到医院去化疗 每隔二十一天 就要去住院三天 在此期间 儿子女儿都没有到场过 只是到了化疗的时间点了 表嫂就把相关东西收拾妥当 领着表哥拖着行李箱 就去医院住院了 这知道内情的是 表哥又去住院了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劳两口定期出去旅游呢 这三天在医院 都是表嫂全程伺候着 因为化疗结束之后 有一个礼拜的时间 表哥都因为副作用太大了 起不来床了 在这段时间 也同样都是表嫂给做可口的饭菜 不离不弃的 细致入微地照顾着表哥 从表哥的身上 我就深有体会 我就觉得老了除了前靠谱之外 再就是老伴最靠谱 现在表哥已经化疗一年多了 目前身体状况还可以 我就觉得这多亏了表嫂的细心照料 才有此结局 突然想起来 我们麻醉科主任的父母 也是这种情况 他老妈曾经因为脑出血 卧床不起生活 不能自理 不能说话了 全部都由他老爸全程伺候了七八年 老太太才走了 我们都很羡慕这老太太的 话说老头能够伺候这么好的 真的不多 同事的爸爸都做到了 每天定时地给老太太喂饭 换药布 擦洗身体 照顾得无微不至 身边这样的例子 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种种实力表明 人老了 除了前靠谱之外 排在第二位的一定是老爸 所以说 人到老年 一定要善待老爸 要改掉自己的坏脾气 不要动不动为鸡毛蒜皮的小事 就跟老爸争吵不休 要跟老爸和睦相处 因为老爸是决定 你将来生病之后的幸福程度 可千万不要把未来养老的 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 希望越大 失望就越大 现在的孩子 你别说他来伺候父母了 你想跟他要点钱花 那都是不可能的 现在的孩子花钱都不拘小节 大手大脚的 越越正越越光 快递收到手软 一言不合就订外卖 花钱像流水 不仅如此 还借着花钱 什么花呗 借呗 信用卡的随便刷 就好像那东西 借了不用还一样 就说 现在孩子的这些消费观念 除非月入几万 有可能能攒下个毛八七的 要不然 肯定是月光足的 他不张口跟父母要钱 不啃老 那都是万幸了 不但在钱上 根本指望不上孩子 在照顾上 就更不可能了 他能像老伴那样 整天安前马后 不离不弃 端茶地水的细心入微地照顾着 完全不可能的 绝对是指望不上的 所以 老了你就会发现 还是得有个健康的老伴 少时夫妻老来办 老实情底 少时浓 只要有老伴在 就不孤单 就不寂寞 就不怕自己头疼脑热的时候 没人管 没人问的 甚至都不怕 哪天突然间 自己意外没了 身边连个人都没有 所以 人老了 幸福的晚年 除了钱之外 就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老伴陪伴 善待老伴 就是爱了自己 你赞成我这个观点吗 岁月如歌 悠悠流转 当白发苍苍的老者 静坐于窗前 目光穿过岁月的长河 回首自己的半生 心中不禁涌起一股 莫名的感慨 那些曾经为之奋斗的功名利禄 如今看来 似乎都化作了过眼云烟 随风而逝 一 功名利禄 都是过眼云烟 年少时 我们怀揣着满腔热血 渴望着建功立业 名垂青史 我们努力学习 拼搏奋斗 只为了一招成名 万人敬仰 然而 随着岁月的流逝 我们渐渐发现 那些所谓的功名利禄 不过是生命中的短暂闪光 一旦失去 便再难找回 在追逐名利的过程中 我们或许忽略了身边的亲情 友情和爱情 当我们在职场上风生水起时 却可能错过了与家人共度的温馨时光 当我们在社交场合中长袖善舞时 却可能忘记了与朋友的真诚交流 当我们在追求爱情的道路上勇往直前时 却可能忽视了爱情的真正含义 而当一切名利尽失时 我们才恍然大悟 原来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东西 才是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 回首半生 我们不禁要问自己 那些曾经为之奋斗的名利 真的值得我们付出那么多吗 或许我们真正应该追求的 是内心的宁静与满足 是家人、朋友和爱人之间的真挚情感 二、除了生死 其余都是小事 人的一生短暂而又漫长 在这漫长的人生旅途中 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 然而 当我们站在生命的终点回望过去时 我们会发现 那些曾经让我们痛苦不堪的挫折和磨难 都已经变得微不足道 曾经 我们为了一个项目熬夜加班 为了一个职位拼尽全力 甚至为了一个微不足道的争执 而耿耿于怀 然而 当岁月流逝 我们才发现 那些曾经的执着和纠结 都已经成为了过去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们才会明白 除了生死 其余都是小事 当我们老去时 我们会更加珍惜 与家人 朋友相处的时光 会更加关注自己的内心需求 会更加懂得感恩和宽容 我们会明白 生活中的那些琐事和纷争 都不值得我们 为之耗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 我们应该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放在那些真正值得 我们关注的事情上 比如 陪伴家人 关爱朋友 关注社会等等 三 过好自己 才算没有白来 每个人的人生 都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无法复制别人的成功和幸福 然而 我们可以从别人的经历中 汲取经验和教训 让自己的人生 更加精彩和充实 当我们老去时 我们会更加明白一个道理 过好自己 才算没有白来 这意味着 我们要珍惜每一个当下 努力活出自己的精彩和价值 我们要关注自己的内心需求 追求真正的幸福和满足 我们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 保持积极的心态和乐观的情绪 同时 我们也要关注社会和他人的需要 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付出 为社会做出一份微薄的贡献 我们可以关注弱势群体 为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支持 我们可以积极参与公益活动 为社会传递正能量和温暖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当我们回首自己的半生时 我们会发现 那些曾经让我们为之奋斗和付出的东西 都已经成为了我们人生中宝贵的财富 我们会明白 只有过好了自己 才算没有白来这个世界 1965年出生的我 今年虚岁60岁了 可能也是由于年龄越来越大的原因 我忽然间感觉活得越来越没有意思了 我总结了一下 究其原因应该是这样的 受疾病的困扰 人老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 身体器官的逐渐老化 不是这疼就是那病的 往往按下葫芦起了瓢 这身上的病就像在兜里揣着一样 说来就来了 所以受疾病的困扰 老年人会觉得活得越来越没有意思 我虽然只有60岁 但是我身上就是大毛病没有 小毛病不断 折磨得我对生活越来越没有信心了 就比如说近几天我又发现胃疼 总是觉得闷闷地吐酸水 我知道我这个胃疼是胃吸肉导致的 因为我差不多每一年都要做一次胃肠镜检查 每一次都要摘吸肉 去年是五月份做的 看来过几天我又得去检查了 烦啊 总觉得自己没有好的时候 我这神经性头痛 其实说的是神经性头痛是因为做过相关的检查 没有发现头里边长什么包块 医生只好给它诊断为神经性的 这个神经性头痛 我的感觉就是没有任何原因说疼就疼了 现在是越来越严重 一个礼拜都要疼一次两次的 恶心欲吐 一疼起来 我真的都觉得还不如死了算了 真觉得活得没啥意思 这两天腰又疼得抬不起来了 其实啥原因没有 就是我们单位的卫生间是蹲便 我就是蹲了一下厕所起来 这个腰就不能动弹了 那你说这人还能够不拉屎尿尿吗 关键我这个人就是没啥定力 只要身体不舒服了 情绪就不好 有时就会觉得对生活失去了信心 没啥动力了 人老了 没啥奋斗目标了 没啥动力了 这一辈子差不多就定型了 以前年轻的时候为了孩子奔波 觉得自己无论如何都不能倒下来 因为孩子还要上学 结婚 买房 买车 彩礼 这对于像我这样普通人来说 都是一笔天文数字 所以每天精神头十足 都在拼命地挣钱攒钱 为了儿子将来结婚做准备 那个时候我们的生活多难啊 我记得87年我刚毕业的时候 一个月才挣几十块钱 我们的口号是争当万元户 要知道一个月几十块钱的收入 想存上一万块钱 那都是天方夜谭 可是那时候就觉得生活得有笨头 不像现在这种心情这么消极 现在到了60岁 老了 孩子也结婚了 孙子也有了 尽管儿子小家庭的日子 过得不是大富大贵 但最起码也没有外债 小两口的日子 笔上不足笔下有余 我也没啥操心事了 我们都是独自居住的 儿子不跟我说他家的事 我从来也打听 不管不问的 所以就觉得没啥心可操 觉得我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 整体来说 我就觉得 人活着一定要有个目标 人到了老年之后 他就自然而然的没有啥奋斗目标了 因为自己也老了 也没有啥能力再去赚钱的了 基本上一切都定型的了 孩子也长大成人了 所以自然而然的就会觉得生活没有什么盼头 再加上身上不是这疼就是那病的 就更加加重了这种厌世的心理 我记得我三哥刚退休的那个时候 就是这么个情况 他跟我说真的没啥意思了 儿子也结婚了 自己退下来了 突然间就没有啥奔头了 以前我都不理解 现在到了我自己 我是彻底理解了三哥想当初的心情 就是说人退休了之后 一下子感觉就老了 就没说话唠嗑的地儿了 也没有去挣钱的欲望了 突然间就觉得生活失去了方向 越来越觉得活得没有意思了 再加上看到身边的同事朋友 有的年轻轻的 突然间人就没了 心里就更加对生活失去了信心 有时我真的就觉得 你说人活得有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样稀里糊涂的混日子 像我们五十后六零后的这代人 更是活得憋屈 这一辈子不舍得吃 不舍得喝 不舍得用的 有的人一辈子辛辛苦苦 存的钱给儿子买房买车 彩礼七七八八花的所剩无几 到老了 自己还得退休后 继续打工 帮儿子还债 从来就没有像别人那样 大手大脚地去花过钱 总是省着攒着 到最后生了病为了保命 可能就都送到医院里去了 你说 你要是仔细想想 这人活着有啥意思呢 总之 人老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 越来越觉得活着没啥意思 究其原因就是 一个是自身疾病的困扰 再一个就是没啥动力了 没啥奋斗目标了 一 不嫌弃老人的子女很少 人一旦步入老年 很多时候 就会开始感觉到 一种难以名状的孤独 你会发现 无论身边有无子女陪伴 老年人的生活总是充满了各种挑战 有人说 有子女的老人至少心灵上有个寄托 但实际上 真正不嫌弃老人的子女并不多见 这不是说孩子们不孝顺 而是现实生活的压力 和人性的弱点使然 当父母年老色衰 不再像过去那样强壮能干 子女的态度 往往会不知不觉地发生变化 也许一开始 他们会尽量抽出时间来陪伴老人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工作的繁忙 生活的琐碎 以及自己小家庭的需要 会让很多人逐渐忽略了 对老人的关怀 甚至 有些子女会因为老人的一些小失误 或是反复唠叨 而感到不耐烦 这种微妙的心理变化 或许连他们自己都没有察觉到 二 子女有自己的生活 顾不上太多 更重要的是 子女们往往有自己的生活圈子和重心 他们忙于工作 忙于照顾自己的孩子 忙于应对各种社交活动 在这样的忙碌中 他们能分给老人的时间和精力 自然就变得非常有限 不是他们不愿意 而是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琐事 确实让人分身乏术 老人们对此也往往心知肚明 只是很多时候 他们选择沉默 不愿给子女添麻烦 但心底里 他们何尝不希望子女能多陪陪自己 哪怕只是说说话 聊聊天 可惜的是 随着年龄的增长 老人们会发现 这样的时光越来越稀少 而孤独感却与日俱增 他们开始明白 无论子女多寡 无论子女是否孝顺 老年生活的质量 最终还是要靠自己来把握和调节 三 老到不能自理后 尊严是靠别人施舍的 最让人感到无奈的是 当老人们年老体摔到不能自理的时候 他们的尊严 往往不得不依赖于别人的施舍 这是一个残酷而又现实的问题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可能会看到 一些失能老人被送到养老院或是护理中心 他们的生活起居完全依赖于护工的帮助 尽管这些地方的服务人员 大都专业且富有爱心 但老人们心底的那份无助和失落 却是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的 他们可能会为了得到更好的照料 而努力保持微笑 可能会对护工的每一个小帮助都表示感激 但内心深处 他们渴望的或许只是能够自己照顾自己 保持那份与生俱来的尊严 然而 随着年龄的增长 身体的衰退 这份尊严似乎在逐渐流失 而流失的速度 往往超出了他们自己的控制范围 老人们的生活 尤其是在他们失去自理能力之后 很大程度上变得依赖于他人的善意和照顾 这种依赖不仅仅是物质上的 更多的是精神上的 他们需要被关心 被尊重 被当作一个有思想 有情感的个体来对待 而不仅仅是一个需要被照料的老小孩 人老了都不好过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而有没有子女 在某种程度上 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现状 当然 有子女的陪伴和关心 无疑会给老人的生活 带来更多的温暖和色彩 但这并不意味着 他们就能完全摆脱老年生活的困境和挑战 最终 无论有无子女 老人们都需要学会面对 并接受生活的现实 岁月如梭 每个人都会渐渐步入暮年 当年化老去 我们的身体机能也会逐渐衰退 很多老年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 出门在外时 因为一些自然的生理变化 主动与人打招呼 有时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尴尬和困扰 一 视力下降 会认错人 随着年纪的增长 我们的视力往往会逐渐下降 即使带着老花镜 有时也难以清晰地辨认远处的人脸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我们主动与人打招呼 很可能会因为视力模糊而认错人 想象一下 你远远地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兴冲冲地走上前去打招呼 结果发现认错了人 那种尴尬和失落 对于老年人来说 无疑是一种打击 更何况 这样的误会 还可能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和冲突 老年人出门在外 视力不佳是常态 因此 在不确定对方身份的情况下 尽量避免主动打招呼是明智之举 这不仅可以避免尴尬 也是对他人尊重的体现 我们可以通过微笑 点头等更加含蓄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友善 而不是冒昧地上前打扰 二 听力下降 沟通困难 除了视力 听力也是我们感知外界信息的重要方式 然而 随着年龄的增长 听力也会逐渐下降 在嘈杂的环境中 老年人往往难以清晰地听到别人的话语 这种时候 如果我们主动与人打招呼 却因为听力不佳而无法准确捕捉对方的回应 沟通就会变得异常困难 想象一下 在熙熙攘攘的街头 你热情地与人打招呼 却因为听力问题而误解了对方的回应 这样的场景 无疑会让人感到沮丧和无奈 因此 对于老年人来说 在外出时 不主动与人打招呼 可以减少因听力下降而导致的沟通障碍 避免尴尬和误解 三 分散注意 亦出事故 老年人在外出时 尤其是在行走或过马路时 需要格外注意安全 如果我们主动与人打招呼 很可能会分散注意力 从而增加发生意外的风险 毕竟 老年人的反应速度和身体协调能力 不如年轻时那般敏捷 一旦分心 就可能发生摔倒 碰撞等意外事故 因此 为了自身的安全考虑 老年人在外出时 应尽量避免主动与人打招呼 保持警觉 专注于自己的行走和安全 是更加明智的选择 当然 这并不是说老年人不能与人交流 而是强调 在特定的环境和情境下 我们需要更加谨慎和专注 四 惹人嫌弃 自讨没趣 虽然老年人有着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智慧 但在某些情况下 过于热情或主动地打招呼方式 可能会被年轻人视为打扰或干涉 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生活 让人们更加注重个人空间和隐私 不恰当地打招呼方式 可能会引起他人的反感 特别是在公共场所 如公交车上 超市里 或街头巷尾 如果老年人过于热情地与人打招呼 而对方并不熟悉 或并不期望这种互动 那么这种举动 可能会让人感到不适 为了避免这种不必要的尴尬和冲突 老年人在外出时 可以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 以更加尊重和理解的态度来对待他人 人们常说 钱不是万能的 但没钱是万万不能的 这话固然有理 但在人生的某个阶段 钱的重要性似乎被无形中淡化了 尤其是当人步入晚年 金钱的价值往往会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 逐渐减弱 可惜的是 许多人直至生命的尽头 都未能领悟到这个简单的道理 一 小病不花钱 大病不避治 随着年岁的增长 身体机能的衰退是不可避免的 老年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些小病小痛 但这些往往不需要花费太多的金钱去治疗 一把热水壶 几片膏药 或者简单的物理治疗 就能缓解大多数的疼痛和不适 真正让人担忧的大病 到了晚年 很多时候也无需过度治疗 一方面 老年人的身体可能已经无法承受大手术 或强烈的药物治疗 另一方面 对于很多晚期疾病 过度治疗不仅不能显著提高生活质量 反而可能给患者带来更多的痛苦 到了这个年纪 人们更应该关注的是 如何保持身心的平和与健康的生活方式 而不是一味地依赖医疗手段 金钱在这里的作用 远不如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和一个积极的心态 二 孝顺子女有钱没钱都孝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孝顺是每个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对于孝顺的子女来说 无论自己经济状况如何 他们都会尽心尽力地照顾年迈的父母 这种照顾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供养 更多的是精神上的陪伴和关怀 他们会在工作之余 尽可能地抽出时间 陪伴在父母身边 听他们讲述过去的故事 分享现在的生活琐事 在这样的关系中 金钱并不是衡量孝顺与否的标准 一个经济条件并不好的子女 可能会通过亲手为父母做一顿饭 洗一次脚 剪一次指甲 来表达自己的孝心 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举动 往往比金钱更能温暖老人的心 因为他们知道 真正的孝顺 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 而是那份始终如一的关爱和陪伴 三 不孝子女再有钱 也不孝顺 反之对于那些不孝的子女来说 即便他们腰缠万贯 也往往不愿意在父母身上 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他们可能会用金钱来作为 不陪伴父母的借口 认为只要给足了钱 就算尽到了孝顺的责任 但实际上 这种做法恰恰忽视了 老年人最需要的情感关怀 金钱固然可以买到物质上的享受 但他买不来亲情的温暖和时间的陪伴 对于老年人来说 子女的关心和陪伴远比金钱来得重要 不孝的子女即便在有钱 也无法用金钱来弥补他们在情感上的缺失 人老了以后 对于金钱的看法往往会发生深刻的变化 他们开始更加真实那些 无法用金钱衡量的东西 比如健康 家庭和亲情 在这个阶段 金钱的实用性逐渐减弱 而情感的纽带则变得更加重要 可惜的是 很多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都没能真正明白这个道理 他们或许一生都在追求物质的富足 却忽略了那些真正能让他们感到幸福和满足的东西 所以 当我们还在年轻的时候 不妨多陪陪家里的老人 多听听他们的故事和教诲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 你的陪伴和关心 远比金钱来得更加珍贵和有意义 岁月不饶人 时光匆匆 一晃眼 我们就从青春年少走到了白发苍苍 年轻时 我们总梦想着拥有一所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的房子 但随着年岁的增长 我越发觉得 人一旦老了 房子其实越小越好 那些关于大海与花开的浪漫遐想 在现实的琐碎面前 终究只是过眼云烟 一 小房子 家务少 生活更轻松 年纪大了 身体自然不如年轻时那般硬朗 大房子虽好 但打扫起来可真是件头疼的事情 每个角落都需要精心打理 每块地板都得擦得赠光瓦亮 还有那窗帘 家具 装饰品 哪一样不是需要费心去照顾的 相比之下 小房子就显得贴心多了 空间小 自然打扫起来就轻松许多 不需要爬上爬下 也不需要跑来跑去 简简单单就能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 省下的时间和精力 我们可以去做更多自己喜欢的事情 比如陪孙子玩玩游戏 或是和老伴去公园散散步 享受一下悠闲的晚年时光 小房子不仅仅是空间的缩小 更是生活负担的减轻 它让我们在晚年能够更轻松地生活 不再为繁重的家务所累 二 小房子 维护意 不花冤枉钱 说到维护房子 大房子无疑是个无底洞 无论是修缮屋顶 还是维护庭院 哪一样不需要花钱 更别提那些高档的家具和装饰品了 保养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小房子则不同 维护起来既简单又便宜 因为空间小 所以无论是装修还是日常保养 成本都大大降低 这对于我们靠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来说 无疑是个巨大的优势 我们可以把省下的钱 用来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 或者是留给下一代 岂不是更有意义 三 小房子 离医院近 更有安全感 随着年龄的增长 健康问题逐渐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 虽然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健康长寿 但万一有个头疼脑热 离医院近一些总是好的 小房子往往位于市中心或者人口密集的区域 这些地方的医疗设施通常比较完善 一旦有紧急情况 我们可以迅速得到医疗救助 这无疑给了我们晚年生活更多的安全保障 而且 小房子因其地理位置的便利性 不仅离医院近 还方便我们日常购物和出行 无论是去菜市场买菜 还是去公园散步 都无需长途跋涉 人老了 房子不需要太大 够用就好 我们不再需要那些浮华的外表和宽敞的空间来证明自己的成功和地位 相反 一个温馨 舒适 实用的小房子 才是我们晚年最好的归宿 在这里 我们可以放慢脚步 享受生活的宁静与惬意 不再为繁琐的家务所累 不再为高昂的维护费用而烦恼 更重要的是 我们能够在需要的时候迅速得到医疗救助 所以 别再想什么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了 对于老年人来说 小房子才是我们最实际 最贴心的选择 让我们在晚年能够安心 舒适地生活 享受每一刻的美好时光